韩国宪法法院周末对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弹劾理由成立 朴槿惠成为韩国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近一段时间以来 因萨德部署事件中韩关系降到了冰点 分析人士认为 萨德是在以朴槿惠为代表的韩国保守派的推动下引入的 那么朴槿惠下台是不是会对萨德的进一步部署带来变数 它是否会促进中韩关系有所回暖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 邓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美韩上个星期也就是3月6号 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那么朴槿惠这个时候下台 是不是会给萨德未来的部署进程带来一些变数 邓先生 我想是这么个看到的 就是说至少在韩国总统大选之前的两个月之内 他会部署下去的 之后呢 在总统大选出的结果之后呢 那一看新总统的态度 在这些前可能毫无疑问 他会半步就半步推进下去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中韩关系因为萨德部署而激进入恶化 那您认为朴槿惠下台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中韩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是会有助于改善中韩关系的 因为第一就是说 这个萨德部署的话 在星期五上来之后 它存在一个辨识 另外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个报道 说是这个韩国总统这个呼声最高的文在寅 他已经做出一个 就前不久我就做出一个表态 就是说他如果说他选上总统以后 他会就是说 这个萨德部是必须挺新政府的 另外他对中国的态度 说就是可以跟中国进行谈判 所以说从这个文在寅的这个表态来看呢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表态会的这种 跟中国骄傲的这种历史包袱的话 应该来说中国也会愿意跟他进行协商谈判 而据我所知的话 就是现在其实是中韩两国之间 包括就是也就是跟文在寅之间 已经在结束这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 另外去美国研究朝鲜核问题的机构披露呢 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的核实验 威力将达到去年9月 进行的第五次核实验的10倍以上 也有传闻说中国正在试图说服朝鲜 停止这一次核实验 那您认为如果韩国新政府 如果中国真的说服朝鲜 停止了这一次核实验 韩国新政府有没有可能调整萨德的部署 如果说是美韩能够肯定朝鲜要进行第六个核实验 而中国税务了它不进行的话 那我可以算计 韩国肯定就是大德会有可能在新旧上面之后 会被重置的 因为因为这也生机为一个很好的理由 你看这个中国押护朝鲜第六个核实验 而且就是说中国这个网易外的也说了 就是说就是叫做双战停的道路 调整这根停这个核实验 韩国那根停止以沙特部署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这个 针对就是说就如美韩监视的样 就是说调整进行第六个核实验的话 在中国的说服下调整停止了 不做了不做这个核实验的话 如果萨德的部署的话 至少是我觉得它会要重新考虑 会要考虑中国的这个关键和立场 好的 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